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早上 五点多 我就被我媳妇给叫醒了 也不知道她抽什么风 非得拉我上楼下的早事逛我 大伙都知道啊 逛早事哪有年轻人 都是搭一搭妈来溜弯 顺便买点东西什么 没办法 家庭地位在这呢 我只好陪着去了 你还别说 这早事情热闹 吃的喝的用的啥都有 蔬菜什么的 都是附近老百姓自个中午的特新鲜 而且特别便宜 这早事是收费的 早上一个摊位 大概是象征性的收那么点钱 挺少的 也挺人性化 我媳妇跟我逛了半天 买了些吃的 正准备回去 就在早事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看到几个人 正围着一个卖豆腐的老头 看样子是市场管理人员 在收摊位费 而这个老头呢 从打扮上看好像挺困的 可能也是刚来 再加上位置不怎么好 也没有开张呢 因为他从身上翻了个遍呢 也翻不出那一块两块 不过豆腐就特别干净 白白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这老头啊 摇摇头 刚要推着车离开 就被我那虎媳妇给拦下来了 直接买了二十来块豆腐 也算是间接帮老头 把这个市场管理费给交了 虎是虎了点 不过呀 颇有一番东北老娘们的魄力 一副收钱可以 欺负人不行的架势 这钱交了市场管理人员也走了 老头一边感谢着我俩 一边小心翼翼的 为我们捡着豆腐 还很热情的跟我俩聊天 问我俩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我呀 我是讲故事的 老头一听 加上除了我俩也没有什么生意 就跟我说 说小虎呀 我倒是有个怪事 也算是个故事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呢 倒霉就倒霉在这句话上 打起来我就爱听老爷辈子讲故事 因为他们口中的故事 都显得特别真实 老头这么一说我就来劲了 然后我说 嗯 大爷 您说吧 我听着 随后老头就把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怪事 讲了出来 听老头说呢 他不是我们这的人 早年间夹在黑龙江 做豆腐的手艺也是足够传下来的 那个时候他刚结婚 两口子过日子啊 也挺难的 夫妻俩靠做豆腐卖豆腐为时生计 豆腐好吃 可是却难做 一道道工序 一出茶子 这豆腐就算废了 做好的早上四五点要出去卖豆腐 都得半夜起来忙 有那么一天 两口子做豆腐 这天还没亮呢 老头推着车就出了门了 虽说这外面漆黑一片 但是这道啊 老头特别熟 可以说是365天天天走 也不害怕 就这么走着走着 走着十多分钟 眼前不知什么时候啊 就起雾了 老头也没当回事 就继续推着车往前走 这穿过薄雾 就看到前面 有一群人吵吵嚷嚷嚷 老头君说这么长时间 也没听说过父亲有急事 再说 家跟前 也没有这处空地 想到这儿 老头就把车呀 停下来 看着眼前这群人 这群人也好像看见了他似的 随后围了上来 进在车上推着吃豆腐 就你一块我一块的 跟没见过豆腐似的 把豆腐啊 全给买光了 老头一阵亡火 也顾不上想这怪不怪 毕竟在那个年月 家里等着钱过活呢 随后老头还挺高兴 推着车子就往家走 到了家啪啪一打门 他媳妇 开门出来了 多少有些不耐烦 这做了一宿豆腐刚躺去 你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 老头说 别提了 今天这豆腐卖得好啊 全卖了 你看 一边缩一边伸手从兜里 掏出来钱 这一掏出钱可不要紧 给两口子吓坏了 这哪是钱呢 一水的黄纸啊 这就是上坟烧的那种 这两口子直接就懵了 坐在一起 仔细这么一琢磨 媳妇说 哎 别想了 等天亮啊 咱们去卖豆腐的地方看看吧 到底怎么回事 一转眼这天就亮了 两口子到了 刚才卖豆腐的地方 再一看 这根本就不是一处空地 而是一片坟地 老头就跟媳妇说 哎呀 这也不是我每天走的路啊 我怎么走这儿来了 天天我起早爬半夜的 从来没碰上过这大的事 一边嘴里念叨着 一边跟媳妇往坟地走着 走进了一看 俩人寒毛倒立 怎么回事 就在这些坟前 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块又一块的豆腐 这一大早啊 我听老头给我讲这么一故事 我整个人都来精神了 在农村的白事宴席上 必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豆腐 这是有典故的 早年间的豆腐也确实是作为供奉仙人之用 只不过现在演变成了在葬礼上打写来宾的一道菜 老头跟我讲完了之后 从表情上来看 他到现在对这事还是心有余悸 我也不知道这事是真的假 至于坟前的豆腐 大伙自行脑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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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